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出 围绕环境保护措施等与县方磋商并不充分 而互按建造工程却在这种情况下展开 批评作为项目方性质之恶劣显而易见 冲绳县政府拟等待防卫局对文件的答复 通知上述决定 撤回是以许可后情况发生变化 以及工艺上具有很大必要性备有撤销许可等行政处理的措施 县政府认为在边野古境海推进的工程违反了同一片海造地时 作为条件的环境保护措施等留意事项 打算撤回前之室的许可 行政手续法规定 在撤回之前要有事先听取项目方想法的手续 日本中央政府此前已通知县政府 最早将于8月17日 在边野古境海投入沙土 据分析 2017年3月表明撤回许可方针的翁掌 可能会在听取防卫局解释后 对撤回作出最终判断 有关边野古搬迁问题 2013年12月 冲绳县前知诗仲景真宏多批准填海造地 但2014年11月当选知诗的翁掌 则在2015年10月 以存在法律上的瑕疵为由进行撤销 2016年12月 日本最高法院下达判决裁定翁掌的做法违法 因此政府重请了填海造地工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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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